在疫情面前 各个国家 我们之间都加强沟通 这个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 当前也是很紧迫的 据我们外交部提供的情况 中方已经向巴基斯坦 日本 非盟等提供了测试的试剂 也向很多国家 分享了治疗的方案 中国红十字会和有关企业 据我们了解 也向伊朗和非洲的一些国家 提供了试剂 还向伊朗方面 派遣了志愿者 专家团队 下一步呢 我们将是疫情的发展 继续与有关方面 开展不同形式的合作 根据对方的需求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 我们将提供支持 跌宾 我们将来YouTube记者 到自己的时间 来开展 jej 在 SAP的直播 グッド 继续与 散任